好了,大家好,今天是3月28号 回到明报报上买新击的时间 今天和大家去看看加密货币 我们看到Bitcoin慢慢又回升 其实在这个月,其实它也反复 3月13号做到历史顶,73500 然后它反复回落 跌到3月20号,6098 接着就一口气慢慢爬上来 现在在做69529,69259 在技术片上,或者我们去看看这一季 你看到Bitcoin当然很厉害 今年1月23号最低,做到38500 省下眼,没有一倍,76000才有一倍 但也升到73500 现在反复站稳了 暂时这些图表 你会预计它在这里就会去横行修正 即是它升了这么多上来 然后开始做一个上落市 大型横行上落市 现在预期如果有机会在低位 我估计它在图表上 就不是那么容易跌穿回落去6万元 上一次这个月做了个60900 50天是60582 你预计这个6万元呢 顶了一次,两次,三次 你预计暂时的底部就会是6万元 那我会暂时看 它会在高位叫做反复徘徊 如果它会调整向下 我们仍然都会buy on dip 而止蝕位应该要用6万元 至于以太币也是一样的 它做完高位 3月11日4082之后 急跌回落下来 最低落到3063 跟着就弹回上来 似乎它都是同样 跟Bitcoin都是做一样 叫做横行 或者整股之中 那我们就要等了 如果你要买入这个以太币 看下会不会有机会 挨近50天才去买入 而利用3063来作为指示 看淡它就不行 暂时就不看淡它 只不过它是一个 会有机会短线 横行 就属于这件事 那暂时来说 如果你未持有Bitcoin 或者以太币 你可以尝试等它出调整的时候 低位买入 就是这样 好吗 那如果你有的话 考不考虑高估低渣 做一个range的操作 如果不考虑 继续持有 就应该继续持有 如果你是考虑高估低渣的 你就要等接近历史顶 你尝试高估 然后在这里买回 就是这样 好吗 暂时Bitcoin和以太币 都不是太差的 美元升上来 Bitcoin和以太币 都没有跌下去 这个都是正面的 看看有没有机会 你尝试Bitcoin和Dip 就会是这样 好吗 好了 今天就这么多了 有问题留言给我 拜拜